1991年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俄罗斯内外交困 民生凋敝 经济崩溃 2000年 普京任俄罗斯总统 关闭金融市场 惩治财阀 打击车臣 为俄罗斯止血 2000年到2009年 普京用10年时间铁腕身压车臣叛军和恐怖分子 切断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内部渗透 2008年 科索沃独立 北约东扩 美国对俄罗斯步步紧逼 俄罗斯进军格鲁吉亚 掌握南澳赛提 阿博哈兹震慑分裂主义者 2014年 美国操纵颜色革命 颠覆乌克兰合法政府 乌克兰进入内战 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 保障了黑海舰队安全 接着 叙利亚成为美俄与各国势力之间博弈的修罗场 叙利亚战争已经十年过去了 和平依然遥遥无期 日子说 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幸运 过去的地球上是如此 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人类有了一种幻觉 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 和平也是如此 我们并不在一个和平的时代 仅是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关注土豆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叙利亚如何一步步成为全球大国博弈下的修罗场 看完此片 可完全了解整个中东格局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长按点赞 我们接着看 一个坏土豆作品 播讲小兵 人间若有天堂 大马士革必在其中 天堂若在天空 大马士革必与之其名 大马士革历史名称 叙利亚首都 曾是绿洲与沙漠交汇的美女之都 但一切终止于2010 十年时间 大马士革成为人间炼狱 全球多个利益集团博弈下 操控代理人战斗的修罗场 让数百万难民影响欧亚局势 改变全球政治军事外交格局 加剧了全球恐怖组织埃塞斯的生长 中东 集中全球石油产量的一半以上 但并非所有国家都盛产石油 叙利亚的能源就已经枯竭 甚至需要从国外进口 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 欧洲是全球最大的石油需求市场 全球前世的原油进口国的一半 被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占据 而叙利亚是真正中东的中心位置 波斯湾的石油如果需要进入欧洲 最高效 最快速 最廉价的成本 是通过石油管道进入叙利亚 然后流入欧洲各国 如果控制了叙利亚 沙特为首的逊尼派 同样可以快速的将石油运输至欧洲市场 而伊朗的石油 最理想的进入欧洲市场的方法 同样是经过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进入黑海 或进土耳其到欧洲 2010年前 整个中东格局 由于小布什的错误战略 在伊朗不断的进取的外交攻势下 对外输出革命 使得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尼巴嫩 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宗教基础的 新月之湖 大有趋势成为一个反美集团 而崛起于中东 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 更是沙特等逊尼派的死敌 如果任新月之湖发展 美国将失去对中东的控制 长达70余年 在中东的苦心经营 全部打了水漂 也就无从管控全球的石油运输 同时 在沙俄时代开始 伊朗长期受到压迫与控制 一半的领土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这也是伊朗1979年 伊斯兰革命推翻君主制 霍梅尼所说的 不要美国 不要苏联 只要伊斯兰的重要原因 面对共同的敌人美国 伊朗与俄罗斯携手对抗 但尽管伊朗 有一系列的俄罗斯投资于产业 历史的夙愿 使得伊朗无法完全信任俄罗斯 俄罗斯真正在中东的战略重点 是叙利亚 在苏联时代开始 苏联就保持了对叙利亚的长期援助 并建立了良好关系 叙利亚的最大港口塔尔图斯港 一直是俄罗斯的重要海军基地 仅以200万每年的价格 被俄罗斯租用 便宜到几乎白给 同时 俄罗斯还有在叙利亚的 和美米母空军基地 这些是俄罗斯中东战略的 最后落脚点 一旦叙利亚政府被颠覆 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 基本上将被清除 叙利亚作为中东的中心 同时作为什叶派之狐的 重要石油输出点 俄罗斯的中东核心利益 势必将成为大国博弈的中心 我们试想一下 一旦叙利亚被美国 沙特 以色列切断 伊朗的石油如果要进入叙利亚 要绕整个非洲一圈 路途上远了近30倍 运输成本几乎比石油成本还要高了 行跃之狐的整个经济战略 将受到重创 这就是叙利亚大国地缘的争夺起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 终于波及至全球 在此影响下 埃及 叙利亚 图尼斯等国爆发阿拉伯之春 动乱快速蔓延至叙利亚 2011年3月 15名少年 因在墙壁上涂化反政府毒鸭 人民要推翻这个政权 遭到叙利亚巴萨尔政府逮捕 15名少年遭到政府的酷刑毒打 被拔去指甲 两名少年被肢解 其中9位少年的母亲 还遭到政府军的轮奸和恐吓 事件一曝光 迅速引爆叙利亚 全国展开游行和抗议 呼吁严惩腐败 要求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接下来的周五 人们走上街头举行和平示威 但他们遭到当局实弹镇压 很多人被杀害 面对全国上下的抗议活动 总统巴萨尔却下令出动坦克大炮 武力镇压 甚至公然突破红线 一次就杀死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 近千名平民 举世哗然 美国要求叙利亚总统巴萨尔立即下台 中东多个国家与叙利亚断交 但叙利亚仿佛并未收敛 2012年 一位中学生 一位拒绝参加政府组织的 支持巴萨尔的游行活动 而被政府军当着全校师生的面 开枪射杀 此举再次引爆叙利亚 全国性大规模抗议游行 两万叙利亚民众为该少年送葬 战火随即点燃 以上是引爆叙利亚战争的开始 但究竟是不是真相 人们已经无从得知 从2018年开始 人们愤怒地发现 来自叙利亚的多数照片 视频都是西方利益集团的蓄意制造 曾让无数人同情和落泪 被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所报道的 叙利亚蒙难儿童 和所谓的工艺组织白头盔 都是在好莱坞影视工业的流水线上 所制造出来的 美国需要巴萨尔政权 使用化学武器和证明 他们使用过暴政 照片中的志愿者 往往和恐怖组织 埃塞斯的恐怖分子 长着同一张脸 与那儿童的家长总是反复变化 但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主持正义的美国 要求马上对叙利亚残暴政府进行严惩 在美国的支持下 至少多达数十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涌现了出来 整个国家陷入了全面内战之中 一时之间 世界多个国家卷入了叙利亚战争 至少七方势力登上舞台 美国协同以色列等普从国 要代表正义和民主惩罚叙利亚 遏制伊朗为首的 伊斯兰新月之湖的崛起 控制叙利亚的石油运输必经之路 打击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 一举多得 沙特阿拉伯等逊尼派国家 支持叙利亚的多个反政府武装 尤其是其中的伊斯兰逊尼派组织 反对巴萨尔的什叶派政府 成绩削弱死对头伊朗 遏制什叶派在阿拉伯半岛上的 进一步发展 土耳其 作为叙利亚的北方邻国 在组织臭名昭著的 犯突厥主义失败后 土耳其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 将重返中东作为自己的重点 计划建立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 而土耳其返回中东的第一步 就是南下的叙利亚 俄罗斯 维系自己在中东的石油利益 和伊朗的疏油管道 保障自己在叙利亚军港的安全 作为在中东最后的军事基地 俄罗斯决定绝不放手 旗帜鲜明地支持巴萨尔政府军 伊朗的新月之湖 伊朗积极输出革命 打通波斯湾到地中海 在整个叙利亚战争之中 整合了来自黎巴嫩 巴基斯坦 伊朗 伊拉克大约8到10万的部队 叙利亚巴萨尔政府军 维系与俄罗斯的关系 反击美国霸权 征讨各地的反政府武装 叙利亚反政府军 在多方势力的支持下 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层出不穷 成军阀混战之势 由于地盘多人口多 反政府武装代表迅利派 在叙利亚占据了人口的80% 你方唱罢我登场 剿灭一批再来一批 反政府军有的相互联合 有的相互斗争 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美国 已经看花了眼 不知道支持谁了 也不知道哪个队伍更有前途 最后一不做二不休 分散投资 今天给这个组织两亿美元 明天给那个组织三亿美元 先放水养鱼 让他们相互攻击 到时候看谁的能耐更大 再进一步挑选 在此起彼伏的反政府武装攻击下 再加上美国沙特 对他们的大力支持 政府军被揍得找不到北 节节败退 多个重要城市丢失 叙利亚总统巴萨尔 一想到萨达姆被绞死 卡扎非横死街头 就禁不住的发抖 他很清楚如果自己失败 将面对什么命运 关键时候 俄罗斯出手了 和美国沙特发动的 代理人战争不一样 俄罗斯此时 已经被美国的 乌克兰颜色革命 逼到了墙角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果断出击 俄罗斯直接自己亲自上了 派兵出征叙利亚 在2014到2016月2年的时间 俄罗斯向叙利亚派驻了 超过48000名战士 其中有大量的特种兵 和技术人员 军事顾问 超过70余架战机 抵达叙利亚 执行了超过3.4万次任务 俄罗斯军队毫不手软 在伊朗军队的配合下 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炮轰飞机炸 绝不留情 散兵游泳的反政府武装 各自为阵 哪里是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的 俄罗斯正规士兵的对手 伊朗革命卫队 也向叙利亚训练 与输出了大量战士 其中包含伊朗革命卫队 圣城旅 和相关技术部门的人员 总共9000多人 伊朗陆军大概有4000多人 黎巴嫩真主党1万多人 来自伊拉克 巴基斯坦的什叶派民兵 1万4000多人 伊朗再续军事力量 主要是化整为零 渗透到叙利亚各地的 复兴党地方党部 以军事顾问 和地方民兵指挥官的形式存在 在联合力量的打击下 反政府军被打得大面积亏退 眼看巴萨尔政府 将要完全收复失地 这个时候 情况出现了新的变故 全球最大恐怖组织SS出现 SS说来话长 全名伊斯兰国 是伊斯兰原子教组织 什么是原子教组织呢 就是意图完全按最古典的 古兰经来治理这个世界 不许用新科技的一切东西 不许看电视 不许用电脑 女人必须全部用面纱隔绝 眼睛都不许露出来 刑罚全部采用中世纪的残酷手段 所有一切非穆斯林都是异教徒 必须被逐出阿拉伯世界 SS的出现 本质上是美国的功劳 在美国以一袋洗衣粉的罪状 剿灭萨达姆政权后 伊拉克四分五裂 留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烂摊子 而萨达姆的最精锐的部队 并未完全消灭 逃到了伊拉克的边缘地区 伺机卷土重来 基地组织的拉登发现了他们 对SS进行了大理协助 帮助SS成长壮大 几年后 拉登已经被美国请去见了上帝 但得到神秘资助的SS风头正盛 看到叙利亚一片乱象 如此好的机会 当然不愿意放弃 结果大部分的恐怖组织进入了叙利亚抢地盘 在以往 俄罗斯 伊拉 叙利亚政府军可以说是联军 打反政府武装 反政府武装以联合为主 主要针对以上三股势力 但是SS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疯狗一般他们见人就打 因为根据古兰经的教义 世界是穆斯林的 所有的西方世界和外部势力 包括不同教义的逊尼派 都应该被剿灭 无论是俄罗斯军队 还是美军基地 还是叙利亚政府军 或者反政府军 SS一视同仁 众生拼等都不会放过 而且SS喜欢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战果 抓到俘虏或人质就进行虐杀 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是谈判 虐杀的过程还进行拍摄 同步云端给全球政要 很快引起了全球的公愤 现在情况略有改变 俄续一联军打反政府武装 打SS 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暗中打俄续一联军 公开打SS 反政府武装打俄续一联军 偶尔也会内讧 但是打SS SS见谁都打 四方混战局面形成 叙利亚乱局再次升级 本来这个时候 反政府武装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 结果SS成了更大的敌人 普京实在受不了了 对叙利亚境内的SS极端恐怖组织 进行了大面积的轰炸和进攻 SS溃不成军 结果SS开始继续做死了 他们认为中东之所以这样 全部是西方世界所赐 开始从叙利亚就近组织恐怖分子 进入欧洲 开始对成平日久的欧洲 进行全面祸害 而这个时候欧洲本来已经开始陷入混乱 叙利亚多个城市陷入废墟 大量的叙利亚难民开始涌入土耳其 土耳其在此事情上 表现的还是较有人道主义精神 开始接收难民 原计划叙利亚内战打个一年半载就结束了 等恢复和平了 再把难民送回去 结果没想到战争一年没结束 两年没结束 到现在都遥遥无期 土耳其一旦开了这个口 难民潮水一般的涌入 最早的两年只有十几万 到最高峰时达到了惊人的三百五十万 难民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快崩溃的土耳其看了看数据 叙利亚还有近两千万的人口 几乎绝望了 万般无奈之下 土耳其与欧盟进行了谈判 希望欧盟能协助解决 这个时候欧盟和平了快七十年 根本想象不到盛世下的危机 同意对难民进行接收 于是从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到复数的欧洲 尤其是高福利社会的北欧 高度发达的德国 成为了难民们的奋斗目标 大量的难民进军欧洲 带来了强奸 杀人 抢劫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而SS怎会错过这个大好时机 给混乱的欧洲雪上加霜 法国成了SS的重点照顾对象 2015年 法国巴黎多达7地点 同时爆发恐怖袭击 法兰西体育场爆炸 笔夏接枪击 共和国大接枪击 福尔泰接253号爆炸 巴塔克兰剧院爆炸 伯马西接枪击 SS将暴行推到了最高峰 不堪其扰的西方世界 开始派驻军队进入了叙利亚剿灭SS 在一片混乱之中 美国发现俄罗斯和叙利亚的军队 最为强悍 剿灭SS的同时 基本上已经把叙利亚的 反政府武装清理干净了 这样等到SS被剿灭干净 巴刹尔也收复了整个叙利亚 美国坐不住了 绝对不能容许巴刹尔 这个亲俄政府掌控叙利亚 否则后果难以承受 有可能失去整个中东 美国坐不住 美国不忍了 这次洗衣粉也不着了 2017年4月4日 多架战机向叙利亚西北部 一个市镇投掷毒气 造成至少100人死亡 约400人受伤 死者包括了11名儿童 谁干的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纷纷表态 不是我干的 这个时候 叙利亚人权组织和好莱坞包装的白头盔 再次出现了 直接指出 就是叙利亚政府干的 巴刹尔 什么 我有毛病 自己炸自己的意愿吗 随后 代表正义与和平的美国 在联合国大会上 愤然指责叙利亚政府 使用化学武器 叙利亚外交官起身反驳 英美代表直接离席 会后 只留下叙利亚外交官 落寞的身影 说是你干的 就是你干的 不是你干的 也是你干的 2017年4月7日 美国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 宁静的星空下 60枚战斧导弹划破夜空 叙利亚遭到美国的全面空袭 在美帝的武力之下 大马士革多个地点成为废墟 无数无辜的人失去生命 当然 这对美国来说 很平常很平常 叙利亚 再次成为人间炼狱 各国继续搏杀在叙利亚 美国要赶走俄罗斯 颠覆叙利亚政权 叙利亚巴刹尔政府 要苟延残喘 俄罗斯要维系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与影响力 沙特 以色列和土耳其 要找机会捡乐 伊朗要打通新月之湖 SS要浑水摸鱼 趁火打劫 国内反动派 要夺取政权 近50万叙利亚平民死亡 500万难民流落全球 600万人无家可归 整个叙利亚近1500万人饥寒交迫 在土耳其搭建的难民营 父母没有办法保护女儿的安全和成长 让他们14岁就嫁人 在希腊海域 大量的叙利亚难民偷渡时被淹死 终于 响一出是一出的封王特朗普怒了 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20年的时间 美国支持谁 谁完蛋 美国支持伊朗巴列维 巴列维完蛋了 伊朗站到了美国的反面 美国支持伊拉克 然后又剿灭了伊拉克 伊拉克成了伊朗的亲密战友 美国支持阿富汗反苏 催生恐怖组织 导致了911事件 阿富汗现在吃不下 吐不出 只能撤军 美国支持埃及募兄会 结果募兄会撑了一年就倒台 美国见死不救 不闻不问 埃及对美国不再信任 美国和卡扎菲谈判 诱骗卡扎菲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然后再干掉卡扎菲 利比亚陷入内乱 现在谈判都不知道找哪个势力谈判 土耳其 美国一会儿拉拢 一会儿打压 土耳其与美国越来越远 美国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 在中东越独裁的国家 和美国走得越近 如果让全世界投票 在地球上抹掉一个国家 美国几乎可以得全票 封王一声令下 美国在叙利亚的基地开始撤军 此时 SS已经被剿灭的差不多了 伴随美军的撤出 在伊朗与俄罗斯的支持下 叙利亚政府军不断进攻 出北面地区 基本已经全部收回 叙利亚即将迎来和平吗 远远不会 美国前脚撤出 后脚各方面的利益矛盾 就开始出现 美国撤出后 在美国进军叙利亚的过程中 与俄罗斯有短暂战斗兄弟情的 土耳其开始南下 2020年1月 与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军队 迎面相撞 互相攻击 土耳其 叙利亚战争我付出了那么多 光难民就接受了300多万 我容易吗 难道让我白干吗 土耳其将利用叙利亚 来实现自己的中东战略 结果俄旭联手下 战争处于劣势 土耳其终于震怒了 把火发到了欧盟身上 当时我为你们的安全 帮你们接受了几百万难民 你们不是答应给我 60亿欧元的补贴的吗 现在钱还没有到位 俄罗斯来揍我了 赶紧给我钱或者支援我 否则我打开边境大门 百万难民大军一定会弄死你们 我不好过 大家都别好过 此时 新冠疫情已经爆发 一想到100万以上的难民即将涌入 欧盟瑟瑟瑟发抖 这100万难民 不会比100万军队容易对付 另外一面 伊朗 黎巴嫩真主党与叙利亚政府 同样出现了矛盾 相互猜忌 82 喂 我的江山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实地也收复得差不多了 怎么你们真主党 在我的地盘上还越来越多了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 不回去 不回去我就考虑来应的了 而在这个时候 封王特朗普又后悔撤军了 特朗普 我去年抽风了 撤军了我们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怎么保障 不行 我要重返伊拉克 6月17日 据叙利亚大马什格电台报道 在周二的联合国安理会上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凯利·克拉夫特表示 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阻止叙利亚军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美国拒绝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 利用武力压制地方武装势力 美国将继续对叙利亚实施经济上的制裁 来限制叙利亚军队的战斗力 美国虽然于2019年宣布从叙利亚撤军 但是直到现在 依然在叙利亚驻扎了一支一千余人的军队 凯利·克拉夫特这次在安理会上的言论 正是美国已经决定重新插手叙利亚战争 叙利亚的和平遥遥无期 夺方势力 没有一方会轻易放手 叙利亚将依然身陷战火 即使恢复和平 战后的重建工作 也不会有人去关注 所有的国家只需要在叙利亚得到自己应该有的利益 至于叙利亚人民的死活 不会有人去问 失去父母的孤儿 大街上横卧的尸体 爱情海上希望冲破水井封锁的年轻人 背着儿童和所有家当的叙利亚父母 难民营和难民大军中被侮辱的少女和妻子 这一切是谁的错 在七十年前 我们的祖国比叙利亚好不了多少 被全球列强所瓜分 同样是强国利益搏杀的修罗场 全国长期处在战火之中 代表不同利益的军阀相互攻击 人民流离失所 我们祖辈的苦难并不比叙利亚少 我们参加巴黎和会的外交官 和叙利亚外交官一样 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 国家利益已经被瓜分 沙俄的掠夺 日本的侵略 英俄日的博弈 旅顺的屠杀 南京的冤魂 美国的不平等条约 分塌而至 到了今天 我们谁都不愿 只愿当时的自己没本事 和平本来就是一种幸运 过去的地球上是如此 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人类有了一种幻觉 认为和平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 来自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 对月自卫反击战 今天我们可以仰望天空 看到璀璨的星河 或城市迷离的灯火 而不是叙利亚天空中 划破天际的导弹 是因为无数先例和英雄的鲜血 赐予我们荣耀与和平 一百年来 为祖国牺牲的英雄们 永垂不朽 没有祖国 我们什么也不是 这和地球是圆的一样 是无可辩驳之真理 对于美分公之也是一样 他们可以质疑中国的强大 但不可质疑这句话的正确性 因为他们即使离开中国 同样需要在美利坚的旗帜下宣誓 寻求他们所相信的国家的庇护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国家 而我们将陪我们的国一起逆袭 叙利亚的这一幕 对于我们将永远不会出现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下期继续